开心小哥哥 你有太多的理由 勇敢向前走 你有N多的借口 潇洒多个舞 今天你是主角 我们手牵手 阳光被随脱左右 啦啦啦啦啦啦 大手牵小手 想着快乐 想着幸福 想着阳光 想着明天走 想着明天走 称号获得者热地爷爷的故事 热地爷爷是民族团结 杰出贡献者 他为西藏发展和谐稳定 民生改善 倾注了大量心血 赢得了西藏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尊重 1938年8月 热地爷爷出生在西藏那区地区 彼如县一个贫苦牧民家庭 从小跟随母亲居无定所 乞讨为生 在旧西藏 农奴的儿子生来就是农奴 热地也不例外 所以热地从来没敢设想过他的命运 会与他的前辈有什么不同 更不会想到有朝一日 他会走出纳区 走出西藏 走进人民大会堂 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国家领导人 少年时的热地爷爷给当地的很多部落头人 牧主活佛当过庸人 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当时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能吃上一顿饱饭 有一次热地乞讨时被牧主家的狗咬上 腿伤当即鲜血淋漓 后来又化了脑 一躺就是好几个月 差点丢了性命 他的一个小弟弟被活活饿死 1950年热地爷爷当庸人的那个部落头人家 经常有被称为红汉人的军人来来往往 烧火 杯水 打茶 都是热地干的事情 开始的时候他很惧怕这些人 因为很多头人 活佛 说解放军不好 红汉人 就算她都可以吃了 下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次看到天安门 一连串的第一次将热地送到首都北京的中央政法干校 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专门培养公检法人才的最高学府 四年的学习生活 热地爷爷终生难忘 他不仅学习了文化知识、公安业务 还亲历了新中国的巨变 1961年10月在学校 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与少数民族参观团一起 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 热地的生活、命运与共产党和祖国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1962年毕业后 热地爷爷回到西藏 在那区地区公安处当侦察员 他吃苦耐劳、机智英勇 在追缴残匪的战斗中 他骑马七天七夜追奸叛乱匪首的英雄事迹 至今仍在藏北草原流传 当时落下了胃出血的病根 也一直伴随他至今 他诚恳待人、团结同志 能与各阶层的人士建立深厚的友谊 他为人处事有主见 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世界 用自己的心灵去感悟世界 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去判断 绝不人云亦云 热地爷爷的所作所为 使得他在民主改革后 培养的西藏干部中脱颖而出 1972年 他被任命为西藏纳区地区地委书记 1975年走上自治区领导岗位 一干就是近三十年 成为自治区领导后 热地爷爷始终心迁农牧区 情细农牧民 贫苦牧民后代的本色始终未改 1990年 纳区地区遭遇1930年以来 罕见的特大雪灾 受灾面积达十多万平方公里 热地不顾生命危险 与自治区副主席浦琼 以及西藏军区高副司令 亲赴现场指挥救灾 一待就是半个月 不久他又陪同国务院工作组 再赴灾区安排群众生活 开展生产自救 由于指挥及时得当 灾情得到有效控制 大雪封山 几十天却没有人因冻恶而死 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两副灾区热地两过家门而不入 事后有人提及此事 热地淡淡地说 当时顾不上 也想不起来 其实在第一次进入灾区时 热地困在冰天雪地中 曾与死神擦肩而过 但这段经历 他从未向人提起 热地爷爷为西藏的稳定和发展 倾注了全部心血 2003年10月 热地当选为第十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019年9月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 和国家荣誉称号班首仪式 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习近平总书记为热地 颁寿民族团结 杰出贡献者 国家荣誉称号 以上稳急计划 我们下注视第一次进入灾的 我们下注视了 我们下注视了 第一次进入灾区时 我们下注视了 微微信 一旦 后 还没 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述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人民科学家程开甲爷爷的故事 程开甲爷爷是著名理论物理学家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他是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 我国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的创建者之一 先后参与和主持首次原子弹轻弹试验 以及两弹结合飞行试验的多次核试验 为建立中国特色和试验科学技术体系 锻造改革开放安全屏障 推进科技强国事业做出杰出贡献 1918年8月3日 程开甲爷爷出生在江苏吴江 祖籍安徽省黄山市徽州 中共党员93学社社员 1937年 程开甲爷爷高中毕业 同时被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录取了 由于浙江大学给予陈开甲的是优秀考生的公费生奖励 于是陈开甲选择了浙江大学 在浙江大学受教于树兴北、王干昌、陈建公、苏布清等学界老师 1941年毕业后 留浙江大学物理系任助教 并开始钻研相对论和基本例子 他的研究成果曾发表在 剑桥大学的《剑桥哲学》杂志上 1944年 程开甲完成了题为 若相互作用 需要205个质子质量的介子的论文 英国学者李约瑟亲自对其修改并送给迪拉克 迪拉克认为 基本例子太多 不再需要更多的新例子 更不需要重介子的回信 使这篇文章最终没有发表 这也成为了一件遗憾的事 因为后来外国的一个重要实验 获得了1979年度诺贝尔奖 他测得的新粒子质量 与程开甲当年的计算值基本一致 程开甲还和王干昌合作研究 撰写了五围场的论文 1945年 在李约瑟先生的推荐下 程开甲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 第二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 成为物理学大师波恩教授的学生 新中国成立后 1950年8月 程开甲购买了所需的书籍 整理好形状 回到浙江大学物理系 1952年 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 程开甲被调到南京大学物理系 一直从事理论物理的教学和研究 1960年 程开甲接到命令 参加搞原子弹的研制 要在两年内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实验 当时无论是理论 当时无论是理论还是技术都是一片空白 程开甲受命与渔民 陆祖英 新贤捷等一起起草了首次核试验测试的总体方案 又把核试验需要解决的问题 分成上百个课题 走遍全国各科研院所 和各军兵种许多单位 全国上下通力合作 很快研制出上千台 测试 取样 控制 等各类实验设备和仪器 长期以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 会增加测试同步和瞄准上的困难 难以测量原子弹的各种效应 二是 保证投弹飞机安全的难度太大 陈开甲在他的小黑板上 又是一番精心计算 终于提出当时切实可行的采用百米高塔爆炸原子弹的方案 为了掌握地下和爆炸各方面的第一手材料 陈开甲和珠光亚等科学家决定 进入地下爆炸去考察 这在中国还是开天辟地第一次 谁也说不清动力辐射的剂量 那危险可想而知 但陈开甲经过细心计算 认为采取多种防护措施后可以进入 他们在刚刚开挖的直径 只有八十厘米的小管洞中 匍匐爬行 最后进到爆炸形成的一个巨大空间 洞里温度很高 科学家们忙活得汗流加倍 取得了中国地下核试验现象学的第一手资料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两 一 起爆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坡准时爆响 自动控制系统在瞬间启动千台仪器 分秒不差地完成了起爆和全部测试 陈开甲很自豪地说 当年法国人进行第一次核试验 测试仪器没有拿到任何数据 美国 英国 前苏联 也仅仅拿到了很少的一部分数据 而我们拿到了全部数据 陈开甲爷爷从1963年第一次踏进罗布坡 到1985年一直生活在核试验基地 在不为外界所知的情况下工作二十多年 1977年之后陆续担任国防科工委 核试验基地研究所的负责人 陈开甲爷爷是中国指挥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 人们称他是核司令 1980年 陈爷爷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 陈开甲的成就一半要归功 他在八城等项联程中 他在八城等oyo面称是中文学学医学院 主席 传闹 两个人 管理学生 全国陈培 应该也认为 人家将来生学院 就像来自一篇 不能当经的 正在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百岁 2019年9月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 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承开奖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空头 平度 树井 树峰 野地黄沙 戈壁寒暑成大气 余无牲畜 起惊雷 一片赤城 一生奉献 一切都和祖国紧紧相连 黄沙百战穿金甲 甲光向日金临开 城开甲隐姓埋名四十年 一生为国祝和顿 是一身许党许国的时代 开摩 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陈薇阿姨的故事 陈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军事医学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长期从事生物危害防控研究 2020年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 文令激动 在基础研究 疫苗防护药物研发方面 取得重大成果 为疫情防护 做出重大贡献 1966年2月 出生在浙江南西的陈薇 小的时候就天资聪明 容貌秀丽 深得周围人的喜欢 在陈薇上小学的时候 她的学习天分更加表露出来 一直都是名列前茅 1984年 从兰西一中高中毕业之后 陈薇以优异的成绩 被浙江大学化学工程系录取 因为很多人觉得化学 是男孩子的天堂 但是陈薇却不以为然 出于对化学的狂野追求 陈薇不但没有厌恶这个学科 反而非常享受化学实验过程 因此成绩从未掉队 一直非常有益 1988年 陈薇的大学生涯结束了 获得化学工程学士学位 但是她和化学的缘分 也许才刚刚开始 由于她成绩优秀 而且对化学有着浓厚的兴趣 她被学校推荐到 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 生物化工专业攻读硕士学位 1991年的陈薇一头飘逸的长发 被人称为清华女神 生性活泼的她 虽是理科生 但是喜欢文学和舞蹈 常常光顾周末学生食堂舞会 还是清华大学咖啡厅的 第一批女服务员 有一次陈薇被导师从晋阳教授 安排去军事医学科学院 取实验所需的抗体 走进军事医学科学院 陈薇被眼前的一切吸引了 高精尖的顶级科研设备 前沿的科研课题 陈薇产生了一种 投身其中的强力愿望 毕业之际她拒绝高薪职位 主动要求从军 同年四月入伍 加入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 在军事医学科学院 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工作 在清华大学读研期间 陈薇与麻衣明在火车上相识 两人于1992年结婚 婚后麻衣明承担了大部分家务 为陈薇忙碌的科研工作 解除了后顾之忧 1998年获得军事医学科学院 医学博士学位 也是在这一年 陈薇成为了一位母亲 但只休了一个月产假 就回到实验室 1999年3月 她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2年晋升为研究员 2003年成为博士生导师 2003年非典爆发 人们从未了解的病毒在国内蔓延 危急关头 陈薇接到命令 对非典致病原因及相关疫苗研发展开研究 她一头扎进实验室 就是无数个日与夜 她带领团队在国内率先分离出SARS病毒 确定这就是非典元凶 连续奋战之后 她用最快的速度确认了干扰素能抑制病毒 美国这个研究整整落后了十天 全国各地1.4万医护人员 使用该喷雾剂预防 最终无一人感染非典 任务完成 陈薇已经一百多天没回家了 即便她的家距离实验室只有几公里 丈夫和儿子在家中焦急等待 有记者提前告诉她爱人 说晚上的东方时空可能会有陈薇的镜头 当陈薇的镜头出现 儿子抢先上去 亲吻了电视上的妈妈 2008年5月 汶川地震发生后 陈薇担任国家减灾委科技部 抗震救灾专家委员会卫生防疫组组组长 同年7月 她担任北京奥运安保军队指挥小组专家组成员 2014年2月 西非大规模爆发 并迅速向外蔓延的埃博拉疫情 引起全球恐慌 她说 埃博拉和中国只有一个航班的距离 当时人们纷纷撤离非洲 它却依然前往疫区 只为将病毒挡在国民之外 年底 陈薇就帅团队 研发出了世界首个 2014基因型埃博拉疫苗 2018年 该疫苗获得了国家颁发的新药证书 和药品批准文号 这是由我国自主研发 全球首个获批的埃博拉疫苗产品 据2020年6月 中国工程院官网显示 陈薇作为第一发明人 或中国、美国、日本等国 发明专利授权30项 自2002年至2015年7月 陈薇共招收博士生、硕士生、研究生 70多名 他是科学家 也是军人 他说穿上这身军装 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 一种特别的使命感 让他始终冲锋在前 于危难之际挺身担当 2020年 新年一时 我国爆发新冠疫情 作为 ξも获得 百叶 断 多kk 一阶 并非 超 込当 扑 带 受 Vielen powers 过 out 时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20年9月8日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习近平总书记为陈薇颁受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用自己的学识、见识与胆识 在卫生健康领域建严资政 用自己的专业、拼搏与实干 在疫情之下闻令而动 以行动捍卫生命 全力攻坚克难 成功研发新冠疫苗 让世界见证了中国实力 他是当之无愧的人民英雄 和中国发展出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